下一位 王潇 各位尊敬的律师您好 我是王潇 我今年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院 取得了法学硕士学位 我本科毕业于国际关系学院法律系 在毕业的时候通过了国家司法考试 和英语专业八级考试 然后也获得了北京市优秀毕业生 和小优秀别论文的奖项 之后我被保送到了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共同国际法学硕士 在研一的时候 我代表北师大参加了全国海洋法 英文模拟法庭邀请赛 拿到了最佳辩手的称号 在研二的时候 我经过学校选拔 然后去了澳大利亚新南博士大学 进行一学年的交换学习 最后以Distinction的成绩 结束了一年的交换 在研三的时候 我申请了英国和美国的法学院 获得了英国牛津大学 和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录取 然后我个人的规划是 想成为一名代表中国的国际法律师 可以说国际法律师 是中国的另一艘航空母舰 我愿意做其中的一名国际法律师 然后这就是我的简单的自我介绍 还简单 引起了众怒 这点特别刺激人 我觉得四个律师 坐在对面也很受刺激 为人压力 你对这个国际公法 国际海洋法这些兴趣 是什么时候培养起来的 在我大四的时候 正好是南海仲裁案 然后当时我就想到 很多中国学者都在讨论 关于南海仲裁案的 这个程序的问题 是这个仲裁庭是否有管辖权 我就把它作为了 我的本科的毕业论文的题目 当时觉得非常有挑战性 我觉得真的是特别难 但是我就是在写论文的过程中 就觉得 这个国际海洋法的话 不仅和国家利益相关 它其实和政治历史 乃至国际关系 都是联系非常紧密 所以说在本科之后 我就非常有规划地去从事 比如说学习国际海洋法 国际公法 以及参与国际法的实践 王笑 我相信你英文肯定是很棒了 那就请你给我们 简单说两分钟吧 我们还是考察一下口语 所以你要不要讲讲斯坦福 你觉得 因为这是一个金字招牌 金光闪闪 觉得斯坦福给你带来什么 对你的意义是什么 谢谢你 for your question 我认为是挺 challenging question for me 我认为 Stanford experience 是一种忘记忍的 是一种忘记忍的 因为我以前没有工作在法官网上 但是我知道有几个中国学生 他们有被赞助的法官网上 所以你赚了你的资料在 full 你自己赚了吗 是的 我很感谢我的父母的 他们的优势 对于我的学生在美国的学校 现在你能工作 你能赔回回来 是的 我觉得我应该赔回回来 因为我工作很厉害 我们有个资料 如果你工作很厉害 你会得到更多 OK 我们就 谢谢 谢谢 果然是很好 我们就切换回中文了 那个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你在开始自我介绍的时候 用了一个词叫航空母舰 你是说你想成为一个 中国航空母舰式的律师吗 还是说你想开一个 航空母舰式的事务所 谢谢你这个提问 因为我是觉得 对于一个强国来讲的话 他必须要自己的硬实力 他可能是我的经济实力 政治实力和军事实力 那军事实力的话 就是有航空母舰 那我就觉得 中国律师就像一艘航空母舰 帮助中国去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 然后维护我们的权益 所以我觉得他就是 一个虚拟意义上的航空母舰 他是把国际法比喻成 中国的一个航空母舰 这就是我们要的人 是 他虽然没有工作经历和实习经历 但他表现得很成熟 言谈举止 他也很自如 而且他说话 经常是面在微笑的 是吧 显得他也是很松弛 很自信 但是又不傲慢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让人就打交道很舒服 比较舒服 你说的话 他你可明确的知道 他听懂了 他问的问题 我们也知道 他在关心什么 他英文也不错 口语吧 表达很好 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这肯定进来 是账 谢谢大家